在一個禮拜就一千四百天 這一千四百個日子裡面 我們陳總統每天在那邊 在那奮奮惶恐失望 在那個情況之下 每天都沒有辦法睡好覺 尤其他沒有床鋪 坐在地板上吃飯 這種凝虐 把他的全身 各七大器官都弄壞了 然後他在精神方面 他有很重度的憂鬱症 身體的精神受到重大壓力 創傷症候群 每天在那邊揮持不去 所以他最近半年瘦了七公斤 除了這個重度的精神 人格分裂這樣子之外 他覺得這生不殊死 過去他都一直以意志力來承認 但是上個禮拜他發表了一篇 外面解讀是他的遺書 他說他已經撐不下去了 他也希望說 藉著他的案子 他能夠讓我們台灣的施法 有所改革 他在監獄中裡面 所受的那個 待遇 希望我們的預證 能夠有所改革 比方說 我們的監獄行刑法裡面 五十七條 有受刑人可以 沿外就醫 但是過去我們一直都沒有實行 他是第一個 那另外 有很多 他在這一千四百天裡面 他被關在一個 像關緊閉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每天二十三小時半 都是 這知覺也被剝奪 在與社會隔離 這樣子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說 他不封也要封了 那我們今天看到這種情況之下 那我們馬總統 說他還不符合 有一個保外就醫的程度 那我們要試問 如果等到 癌末 插管 這種情況之下 那我們是不是要拿個 骨灰毯去 接陳總統回來 我們過去有很多例子 比方說 武哲元 翁大明 楊霜武 陳劉豪 這些 過去一共有一百六十七個案例 都可以保外就醫 為什麼 馬總統他沒有辦法 站在總統的高度 像我們國際 有很多案例 歷史上也有很多案例 我們過去 蔣總統也有 對張學良和孫立仁的案例 為什麼他沒有辦法這樣子 來 這個氣度 來對待我們 前任的總統 那 當我們社會 有百分之五十一 都 同意陳總統把外就醫 郝龍斌市長 他都站出來 呼籲 但是 我們馬總統 竟然是 用一個 非常不專業 非常 不合理的 所 把外就醫 就是醫療假釋 這個非常 沒有知識的 講法來 那我們今天 在這邊 我們 從三月份到現在的連署 已經有超過四十萬份 那加上最近在 網路上 十萬份的人 我們已經 非常多的民意 外國的友人 也 一直在 希望 生活我們 希望我們 台灣人民 在 柯拉克 陳司法部長的呼籲之下 台灣人民 能夠站出來 能夠 讓陳總統 把外就醫 先把身體 顧好 然後再談 其他的司法問題 謝謝 一件事情 就可以看到 這個國家出什麼問題 對 好 對